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可爱闹 今天给大家讲一部 婴儿背后长出翅膀的故事 影片的名字在最后告诉你们哦 一个在化工厂工作的单身妈妈 凯蒂每天骑着摩托车 接送女儿上学放学 凯蒂过的事实在有些乏味 心里想着,有时有个男婴就好了 就在这时,我们的男主帕克就出现了 两个人一见如故 双双坠入爱河 没过几天就准备结婚 这可急换了凯蒂的女儿 妈妈有了这个男人就不爱我了 果然啊,凯蒂现在只围着那个男人转 连上学放学都是女儿一个人坐校车了 咋也不能坐那个风驰电车的小摩托了 心里好难过呀 时间久了,凯蒂和帕克的感情越来越稳定 给家里又新添了一名成员 他们的爱的结晶 凯蒂的女儿给这个小家伙起名 叫瑞奇 刚一出生就倾心可忍 给家里面增添了不少快乐 可是孩子哪里是这么好养的 这小家伙有事没事就好两嗓子 哭得全家人都心烦 帕克图个清静 跑出去和哥们儿喝酒 海滴一看自己辛辛苦苦在家大孩子 你竟然给老娘跑出去了 心里别说都不平衡了 剔头盖脸就是一顿骂 要养人啊,因为孩子 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 无奈之下 海滴带着女儿去散散心 留帕克照顾瑞奇 回到家 海滴给孩子换衣服的时候 发现这个小baby 欧贝出现了一块瘀青 这可让他气坏了 学死帕克怎么连轻生骨肉都吓死毒手呢 又是剔头盖脸一顿骂 帕克也没反驳 承认了错误 并保证 老婆我错了 我以后会改的 说来也奇怪 过了几天 瑞奇身上又出了一块瘀青 帕克说不清楚了 选择一走了之 帕克走后 奇怪的事情又出现了 婴儿床上血迹斑斑 小家伙也不见了 这可把凯蒂吓坏了 他们翻呐 找呐 最后在衣柜上看见了瑞奇 我的天 这这这这死怎么上去的 说是吃那是快 瑞奇爬到了衣柜边 一不留神 摔了个狗吃屎 这一摔不要紧 哎呀 后辈怎么还多了一对小鸡翅啊 海滴明白了 瑞奇哭闹的原因 也发现自己冤枉了帕克 一看这母女就是见过世面的人 并没有惊慌 直接把小家伙抱去洗澡 洗完澡后 海滴怕瑞奇再次乱飞 用毯子把烟儿床盖了起来 时间呢 一天天过去 瑞奇的语意越来越丰满 这不就是老人常说的 孩子翅膀硬了 管不住了 看来中国文化确实是博大精深 不仅能考古 还能预知未来有个 这么样的气温意识 小家伙天天待在家里面 快闷死了 于是 女儿俩打算带她去逛超市 可说想 一个不留一夜 她就废给你看 世界这么大 我想去看看 超市的保安 好不容易抓住了瑞奇 但这事闹得满城风雨 记者媒体都来读凯蒂 帕克也闻风赶来 发现了个发财致富的路子 妈妈还怕失去她 爸爸却要用她去挣钱 最后可怜的小家伙 就被带出去 让那些记者啊媒体拍拍拍 妈妈怕瑞奇飞太远 还拴了个绳子 可谁想 绳子从妈妈的手里溜走了 看着瑞奇越飞越远 要永远的离开自己 凯蒂留下了悔恨的泪水 想用死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还来到一个小湖旁 就在湖水没到脖子边的时候 瑞奇出现了 妈妈爬上岸 非常想要留住瑞奇 可是这个小家伙 早就习惯了外面的世界 张开翅膀飞向远方 凯蒂这才明白 瑞奇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自己也回到家 开始了新的生活 去迎接下一个小天使的到来 好啦 今天的电影 瑞奇就讲到这里啦 想看更多精彩内容 赶紧来关注我吧 娜娜在这里等你哦